好,那麼多位傳媒的 在行動中,警方共拘捕了63人 分別是54名的中國籍男子 9名的中國籍女子 年齡計乎13至36歲 行動中,警方檢獲的證物包括 汽油彈、防毒面具、雷射槍 彈叉、降珠、規格、頭盔和大量雨傘 被捕人被捕的罪名包括刑事毀壞 管有爆炸品、藏有攻擊性武器及非法集結 昨天的情況是一個很混亂 而且是一個暴力的場合 我們的警員到現場的時候 是看到一些暴力的行為發生 我們用了最低的武力去阻止任何暴力的行為發生 然後繼續我們在現場的調查工作 OK